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落神户图中阿诺多斯顾盼友情的落水女神 这些画中人物能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那么为画中人物传神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原代王振鹏的博雅谷秦图是怎样为人物传神写照的呢 北京师范大学王鹏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一传千载国运流芳 今天播出系列节目中国传世名画上部 第八集 以行写神 在第一集中 我从三个方面入手 带着大家认识顾凯之的艺术成就 第一 春蚕吐丝般的线条 第二 偏若惊鸿般的造型 第三 顾凯之不但艺术实践丰富 还有独到的影响深远的绘画理论 有人物画方面的 也有山水画方面的 画云台山记就是他画山水的经验总结 那顾凯之最为有影响的绘画理论是三点 以行写神 传神论和千想妙德 这都是后来的学者从他的论著中提炼出来的 千想妙德之前讲过 就是指艺术创作过程之中 发挥合理的广阔的想象 达到妙德的效果 比如 《女史真图》中 冯元党雄那个情节里 对在场人物表现的设定 比如《洛神复途》中 对某些情节的增与简 我们都可以说叫千想妙德 那以行写神和传神论 说的又是什么呢 之前节目中介绍的都是人物画 我谈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传神 观众可能也有朦朦胧胧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 这个以行写神和传神论 其实讲的是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给画中人物传神写照 以行写神是目的 是态度是观点 传神论是具体的方法和实现途径 它们是一个问题 不同的方面 应该看作一个整体 不应该割裂开来 行就是指人的身体 人物画中的行 是指人物的外表特征 行为举止 活动动作 神呢 就是指 人的思想精神 风骨气度 情绪情感 心理活动 关于行和神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古代 有一个漫长的讨论过程 就是谁为主 谁为次的问题 最早讨论行与神 可不是在绘画领域 是哲学领域 如何认识客观世界 以及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精神 像淮南子 庄子 一传等等典籍中 都有所涉及 最后呢 大致形成了一个 比较统一意见 就是如果没有行 神就无所依附 如果没有神 行就没有了灵魂 行和神都特别重要 但是 传神是更高的要求 表现在绘画领域里 就是顾凯之 以行谢神 它是指 通过对画中人物 外表特征 行为 动作 等等描画 去体现 这个人的心理活动 精神情感 风骨气度 行应该是 外在的 表象的 可视的 具体的 作为更高主宰的神 则应该是 内在的 本质的 抽象的 隐含的 行当然重要 可是如果画人物 不能传神的话 画的就是图具 外表的 去翘 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呢 这个 神又必须通过 正确的 行来 传达出来 所以 以行写神 说的就是 行与神的 辩证关系 为画中人物传神 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孔子家喻》里 记载 明堂指 统治者 所建立的 用于祭祀的 比较正规的场合 四门庸就是 门墙 这段话说明 至少在 孔子那个时期 就已经有了 专门的 肖像化创作 用于展示 工人参观 画家肯定 没见过这些 君主啊 一定是 经过自己 合理的想象 对他们的性格 有自己的判断 和设定 比如说 姚顺 这样的明君 如果你们 把他画的 特难看 很凶恶 举止让人厌恶 很猥琐 那观众就 没法敬佩 无法认同 所以 一定要美化些 让他们 要么很亲和 很威严 或者显得 雄才大略一点 与之相对的 像夏捷 商周王 这些 亡国之君 色令至昏 应该被定在 持乳柱上 如果你们 把他画得 英俊潇洒 年轻貌美 特别的 招人喜欢 那就让人 讨厌不起来 没准还圈粉了 这人长得这么好 应该不会那么坏吧 他们亡国 是不是有什么 其他的原因呢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图像 形象 艺术作品的 感染力和说服力 在很多场合 还真是 颜值 即正义 第一印象特别重要 这个记载 从侧面 体现了 为画中人物 传神写照的 功能和重要性 就是你要把 善恶之状 画清楚 让观众明了 正是 这些君王的 善和恶 他们的贤达 抑或是昏庸 导致了 王朝的兴衰 给人以历史的反思 行与神的探讨 不仅在绘画领域 或者是哲学领域 其实是有现实的意义的 汉代流行 人物品枣 就是给人物进行品鉴 从内而外 有表及理 这是通过 对社会舆论的建构 给统治者 输送人才 像汉代就有一类人 叫人物鉴赏家 如果你想 不如试图 进入上流社会 当官 你首先要请 有名的人物鉴赏家 给你写一段内容 比较好的评语 也就是说介绍信 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 魏晋开始 这种人物品枣 就有了审美化的一些拓展 就是对人物的评价 不仅仅局限在 社会伦理的 政治的评价 还包括这个人 他的性格 爱好 气质 天分 心理活动 等这方面的品评 那我们在画中 对人物传神写照 其实就有这样的 社会风气的原因 和要求 顾凯之不仅深耕于 绘画实践之中 对绘画理论 也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的以形写神 传神论 与千想妙德 为后世绘画领域 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 为画中人物传神 是顾凯之作画的一大准则 那些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的人物 让他的作品 锦上添花 那么 他是怎样为画中人物 传神的呢 又是如何得以使观者 与画中人物共情的 好 为画中人物传神 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怎么为他们传神呢 这就是传神论的内容 我从顾凯之的言论 以及实践之中 给大家概括成三点 便于大家理解 第一点 顾凯之说 以形写神 而空其实对 权生之用乖 传神之躯 施矣 实对是指现实的参照物 权呢 在古代它通甲 通那个竹字头的拳 原意是指捕鱼的一种竹器 生呢 是生命力和鲜活感 权生之用 是四字连读的 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捕捉到人物 生命力鲜活感的这种方法 乖是否定此 这一段隐身开来就是 我们如果想给一个人 以形写神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具体的参照对象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想象 那就无法得到 你要画的对象的 生命力和鲜活感 那就谈不上传神 我们画人物画 应该对你要画的这个人物 细致地观察 全方位的体悟认知了解 这样才能得到全生之用 才能给它传神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顾凯之又说了 四体延迟 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肚中 阿肚就是眼睛 胳膊呀 腿啊 这些当然你必须画 很重要 可是他们都在宽袍大袖里头 或者是裙子里头 你画出来呢 对传神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帮助 要想给人物传神 注重画好眼睛 不仅是在绘画 我们文学作品 对人物进行描写 也注重表现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门框吗 像《红楼梦》中 我印象最深刻那双眼睛 就是王群凤的 单凤三角眼 想着就机灵 灵透 聪明 热情 当然也善变 林黛玉的眉眼如何 两弯 四醋 飞醋 眷烟眉 一双 四气 飞气 寒露目 寒露目 眼睛啊 寒着露水 水汪汪的 说哭吧 她还没哭 说没哭 她好像又要哭 这是个什么模样呢 应该是形容那种小女孩 看着就让人 想保护的 疼爱的那种形象 薛宝钗是眼如水性 都是水汪汪的 所以眼睛有另一个别称 叫秋水 望穿秋水 当然啊 传神也不仅仅 画好眼睛就行 比如顾凯之 曾经为一个叫裴凯的人 画肖像 裴凯本人叫俊朗 有识句 是个帅哥 很帅 而且呢 很有辨识度 就是特征很容易抓 照理说 如实画下来就得 艺术家特敏感 差一点都不行 觉得不到位 他就反复琢磨 后来 他就在裴凯这个肖像的脸颊上 贴了三根毛 一下子 就是殊胜未安时 神采 比他没安这三根毛的时候 要远远的胜过超出了 你看顾凯之的一个实践 告诉我们 你给人物传神 应该着眼于某些关键的部位 可以是眼睛 也可以是其他的 能够体现出这人 形象特征的部分 不能面面俱到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顾凯之曾经画过一个叫 谢坤的人 近代的一个名士 他把它放在了山岩之间 加以表现 别人就问 你为什么这么处理呢 顾凯之就说了 这有一个典故 就是谢坤 当年去拜业东宫太子司马绍 就是后来的晋明帝 司马绍就问他 十人都把你和另一个名士 叫于亮的 你们两个人并列 那你谈谈看法 咱们刚才不是说人物频早吗 好 当事人来了 那你自评一下 再评价一下 跟你并列这个人 谢坤是这么说的 若论 整翅朝纲 还有为百官表率 我不如于亮 但若论一秋一鹤 就指望晴山水 做一个超然之事 这一点呢 我比于亮可能要剩那么一点点 所以顾凯之不说吗 我当然要把它放在山水之间 秋鹤之间加以表现 你是想如果把谢坤 放在一个农贸市场 或者是安排他在酒桌上啃螃蟹爪 那就表现不出这个隐世的 明世的浊然之姿 所以这个典故呢 就提示我们 我们为人物传神 应该把它放置在适合 表现出它情质的那种环境下 加以表现 或者说调动一切的环境因素 为传神服务 以上三点就是我概括出来的 其实顾凯之自己的实践 就为他的理论提供了鲜活的注脚 像《女史真图》里面 义正词言侧身而立 劝谏的班杰鱼 像我经常提到的 冯元党雄 画家是调动了几乎现场 所有人的惊慌失措的一个表情 来衬托冯杰鱼的从容大意 还有像《洛神富途》 画家表现出这段 人神之恋的千圈 以及淡淡的忧伤感 在《洛水女神离去》那个时候 神话故事中 那些光怪陆离的神兽 还有精致的神念 都被表现 用来说明 人神永隔不复相见的无奈 还有一些作品 像《岛链图》中 沉稳地用运斗运搏的那个女子 像《三华侍女图》中 或优雅或甜淡或活泼 或者是居傲的贵族妇人 都是传神写照的好的样本 顾凯之还说 手挥五弦意 目送归红难 手挥五弦指的是弹琴 其实画画 画手有的时候比脸还难 因为手指动态多多 弹琴的时候动作就更多 你能把这个结构 透视都画准了都不容易 画得妙 画得巧 好看 更不容易 可是顾凯之说 手挥五弦意 那不是真意是相对容易 相对谁呢 目送归红 因为目送归红时 人要有心理感受啊 他到底是在想念自己 故国还是故乡 还是朋友 还是亲人呢 他此刻是什么状态 是欣喜的 期盼的 愉悦的 还是伤感的呢 他怀有的是什么样的情感 是国破山河在成春草木深的家国情怀 还是姚之兄弟登高处 辩查诸与少亿人的兄弟之情 亦或是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染而替下的历史优思呢 让观众共情 这才是最难的 不管是对人物神采 细度的捕捉 对关键部位的描摹 还是对周遭环境的渲染 这些技法 最终能让观者与之共情 从内心深处 去体会画中复杂的感情 那么在王振鹏所作的 薄牙古琴图中 画家是如何为人物传神的呢 又是如何通过高超的绘画技巧 道出了薄牙破琴绝弦 终身不复古的哀婉之情 下面我们用一张人物画为例 来看画家是如何从细节上 给画中人物传神的 这就是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元代王振鹏所作薄牙古琴图 薄牙古琴图是一件白描作品 就是完全不着色彩 靠线条勾物乐行 有淡淡的墨色渲染 这张画画的是高山流水玉之音的故事 故事最早 记载在吕诗春秋 还有烈子汤问 薄牙善古琴 钟子柒善听 薄牙古琴志在登高山 音乐家可以用旋律塑造形象 表达情感 还有意境 此时薄牙弹奏的正是他登山时的感受 钟子柒听出来了 说 善哉 鹅鹅兮若泰山 就是从你的音乐里 我感觉到 仿佛我置身在巍鹅的泰山面前 志在流水 钟子柒又听出来了 他说 善哉 羊羊兮若江河 从你的秦音林 我感受到了江河的浩妙 波浪滚滚 薄牙所念 钟子柒必得知 都给你猜出来 有这么一次 薄牙由于泰山之音 突然天下起雨来了 他就在岩石下边躲雨 艺术家都多出善感 被雨交了一小下心里边就难受 然后就开始弹琴 初为林雨之操 更造蹦山之音 就是开始是稀稀利利的 川林打夜的小雨 后来可能雨下大了 哗啦啦的 像山崩地裂一样 我觉得他可能是寄性创作的 然后把这个谱子寄下来 回头又弹给了钟子柒听 钟子柒折穷齐去 就是把他琴曲里的那个趣味 异曲全给你穷尽了 弄得这薄牙很尴尬 他舍琴而探悦 善哉善哉 不弹了 我不干了 我就那点心思全让你给猜出 你真是我肚里的灰虫 你看他抱怨一笑下 其实心里边含的是满意 知足高兴啊 世间最会弹琴的人和最会听的人 操一会儿了 后来 紫琴死 柏牙摔琴绝间 再也没有弹琴 他认为世间没有人再值得 他为之鼓琴了 这个故事呢 后来在民间传说中 被更加具体化和丰富了 柏牙是春秋时期的一个世人 当然也是一位演奏家 琴艺非常的高潮 也很有名 他在草地上抚琴 就引得马儿低头榴莲 他在水边弹琴 就引得鱼儿浮上水来聆听 大家都知道他弹得很好 就是不知道弹的事上 琴是有琴语和琴意的 有这么一次 他外出公干 下雨了 只好把船停在岸边 然后他呢 看着两岸高山 听着水声 雨声 掏声在船舱里弹琴 越弹越投入 越弹越投入 我弹到高潮之际 琴弦断了 当时是有说法的 如果遇到能懂你琴语的人 琴弦自然就崩断了 那柏牙就出船舱 赶紧找一个头戴斗笠 身穿缩衣的人 钟子清 他是山中侨夫啊 当然他特别爱读书 学问很深 而且颇通音律 他也是在山里边避雨 然后被琴声吸引 柏牙把他赶紧让到船上 就问他 我弹得起你听懂了吗 钟子清 全说对了 柏牙很开心 两人相见恨晚 相谈甚欢 并且相约 一年之后还在此地相见 一年之后 柏牙如约而来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等来了一位老人 钟子清的父亲 钟子清虽然是个读书人 爱读书 但是他要养家呀 从事劳动啊 所以贫病交家 在一年中他就去世了 柏牙特别的伤痛啊 然后在钟子清坟前 抚琴一曲 之后把自己心爱的凤伟鸣琴 摔断了 再也不谈了 这段故事 被后来有情有义的文人 不断地引咏和歌颂 一方面 他体现出了美好深厚的情谊 另一方面也说明知音难命 我们人的一生中 会遇到很多人 有亲人朋友 有合作者 有伙伴 但是真正与你心意相通的 理解你 认同你的价值 在情感上和思想上 和你高度默契的人 才算知音 如果一个人有了 几个知音的话 就在飘渺 人世不在寂寞 红尘茫茫 不在困顿 可是知音何处寻觅呢 也许就在云雾茫茫 高山流水之间 正因为遇到的几率太少 才显得很珍贵 高山流水 不但被反复地演绎 还被文艺家们 化身在自己的作品中 比如 母侠小说家金庸 在《孝江湖》中就写了 曲阳和刘正锋 这两个人物 他们一个人是魔教长老 另一个人是正派的中流砥柱 因为音乐相识 不顾正魔两道 不可逾越的鸿沟 决定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倾销合奏 当然 结果都很惨 高山流水 本来就是一个 有点伤感意味的 带着遗憾的故事 究竟有几个人 能够笑江湖 笑人世呢 我们看一下这张画 薄牙古琴图 五个人 两块石头 一架香炉 一把琴 说是自然环境 也不完全是 我们先看次要人物 薄牙身后 是一个清秀俊朗的琴童 一个少年 他左臂上 搭着薄牙的衣服 然后呢 右手拿着一个锦盒 应该是熏香 从他轻瘦的身形 以及俊秀的外表 来看 应该是追随薄牙 不短时间了 长时期 受到琴棋书画 这些高雅 艺术活动的熏陶 所以显得很雅秀 也从侧面说明了薄牙 他这个主人的 高雅的生活追求 钟子齐身后 是两个侍从 很恭敬的肃立 一个戴着帽子呢 捧着一些书卷 然后有一个 很精致的外包 这就说明 钟子齐热爱书香 很有文化 连出行都带着书 另一个人挺有意思啊 他书这叫总角 这是古代男子呢 八九岁到十四岁之间 书的一种法式 像牛角似的啊 所以叫总角 这个人拿着紫齐的手杖 他带有一点点 乡野之气 像个小道童 也可以说有点仙气 就把薄牙这个啊 隐式风格 忘情于山水 林泉之间的这种追求 情志 给体现出来了 这三个人 你看啊 发式不同 戴帽的 戴官的 书着 总角的 表情也不同 捧着书的那个 个子高一点 那个人 你看啊 他头是偏向旁边的 前边人家两个主人 在弹琴和听琴 另两个 琴童 或者是逝者吧 甭管听没听进去 反正人家 恭恭敬敬地站着 好像没什么表情 戴着帽子 这个人捧着书的 就感觉无聊 音乐我也听不懂 这也就说明啊 这高雅的艺术 哪是什么俗人 都能听懂的呀 人本身就有不同的 情志爱好追求嘛 当然 审美的水平也有差别 所以这些 伺要人物的刻画 其实也是衬托了 主人公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薄牙啊 薄牙头发梳得 特别齐整 一丝不乱 然后带着树发的官 她的面目 俊朗 神思飘然 浓密的胡子 落于胸前 看来是经过精心的梳理 这都体现出薄牙 很爱漂亮 很注重仪表 可是她的衣服穿的 不是很整齐 松松垮垮的搭在身上 然后带子系的也不很紧 右臂上的袖子 还撸到肩上 露出轻瘦的胳膊 这个外貌 刻画就表现出 几方面信息 第一 薄牙注重仪表 而且很有风度 是飘逸的 袖骨倾向的 可是呢 她又是很潇洒的 此刻是非工作环境 在比较私人的空间里边 在老友啊 朋友啊 熟人面前 所以她很放松衣服 就穿得不是那么整齐 我们看她的手 一直按 一直齐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们爱不爱听古琴啊 我特别爱看 弹琴人那个手 我觉得弹琴的时候 那个手的动态太美了 特别有节奏 简直用手指在跳舞 手挥舞前啊 顾凯迟说意 其实不意 只不过人家有个 比较相对的而言 真正把手画好了 太难了 你看就是薄牙这一双手 如果不是画家王振鹏 她身安抚琴之道 不是长世界观察 绝对画不出来 这手也是可以传神的 当然最绝的 还是薄牙的面部表情 你看她半眯着双眼 嘴角微微上翘 脚头望脑的 这不是专注 这叫陶醉 陶醉在自己营造的 音乐的氛围里头了 沉浸式的表演 然后时不时的那个眼神 还瞟一下对面的钟子气 会心一笑 再看对面的钟子气 这是一个侧坐项 绘画呢 一般来说 信息的输出一方 我们安排 画正面或半侧面 然后呢 信息接收方 可能会安排侧面 但这不是绝对的 钟子气坐在石头上 两个手放在膝盖上 薄牙刚才还神思飘然 时不时的飞个眼 然后钟子气完全没理她 她低头就这样 这俩人的互动 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我可不是纯请你来 听曲的 你得猜猜谜 所以钟子气 完全地投入到 这个音乐的品读 品鉴之中了 观众朋友们 你们在看我节目 你们是坐沙发吧 或者是椅子 请大家低头看一下 你们踩在地上的脚 你看看能不能露出鞋底 应该是没有 只要脚踩在地上 不会看到鞋底的 钟子气这两只脚 右腿放在了左膝之上 那好 这个右脚 这个鞋底我们能看到 没问题 左脚呢 左脚是踩在地上的 怎么能够露出鞋底呢 恰恰地露出了 这就说明 这只脚也是翘着的 这只脚为什么翘着 因为它身体紧绷啊 人在全身贯注的时候 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 往往会忘记表情 或者是身体动作的管理 但身体比较紧张 无意识地 没有注意这个动作 所以当钟子气全身贯注地 破解这个琴曲 听她琴语的时候 可能她身体就是紧绷的 她就是精神高度集中 不放松的 所以她脚不自觉地 都翘起来了 她自己还不知道 她听得不轻松 我们观众看得也不轻松呀 我们仿佛感受到 绕于两人之间 绕梁不绝的那种琴音 我们生怕喘口气 都破坏这个琴曲 打搅了两个人的交流 那画家画得就更不轻松 且不说精致的手杖 香炉 这个书的外包装 但是从人物的细小的动态 表情 不同人的表现 就足见心思 巧妙地构思 在柏牙古琴图中 对不同人物的描摹 有着各自的特色与讲究 柏牙飘逸潇洒 沉醉其中 紫妻身体紧绷 聚精会神 而二人身后的侍从 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与装扮 传说柏牙为世人 紫妻为侨夫 二人阶层的不同 却与画中人物装扮 不尽相符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王振鹏是以什么人物为参照 画出这幅作品的呢 他又是否遇到了 像紫妻这样的知音呢 请继续收看 北京师范大学王鹏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带领我们一起 领略一传千载 国运流芳 今天播出系列节目 中国传世名画上部第八集 以行写神 这里边有一个细节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吕氏春秋和列子汤问 就是这个故事雏形的出处 并没有交代两人的身份 后来民间传说中 说柏牙是人物 中子妻是个侨夫 可我们看看 这张柏牙古琴图中的中子妻 宽袍大袖 头上的金 系得很好 漂戴正旗 这俨然是一位穿着便服的达官贵人形象 而且他身后跟的是两个侍者 柏牙身后才一个秦童 也就是说 如果按这张画的逻辑 中子妻身份 绝对比柏牙要高 这哪里是那个 因为贫病 交困 而英年早逝的 侨夫中子妻 画家为什么这么画呢 这就牵出一段 知音的现实版故事 在元代实行的是种族歧视政策 他把南宋原来的汉人 画在了社会最底一层 对社会职业也分三六九等 儒生也被画在了最底一层 所以可想而知 当时汉人知识分子 他们心中是多么的痛苦 压抑愤懑 元代的绘画 就整体呈现出一种隐异之气 当然也有元代的一些皇帝 采用一些怀柔政策 提拔一些汉人官员 还有一些皇帝和贵族 比较热衷于汉文化 资助鼓励艺术家 做一些有意义的创作 王振鹏 他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振鹏是浙江永家人 就是今天的温州人 善化人物和楼台 元仁宗给他赐了一个号 叫乌云处士 在古代 威望 德行很好 但是呢 无异于官场的隐士 才叫处士 元仁宗亲自给他赐了 这么一个雅号 可见对他还是非常重视的 王振鹏还有另一个 重要的藏家 就是元仁宗的姐姐 陆国大掌公主 祥格腊吉 这是赫赫有名的 一个女收藏家呀 她与汉人世子结交 鼓励出资 并且收购他们的作品 我想这张 薄牙古琴图 很有可能就是 王振鹏 在元仁宗的授意下 完成的 表达对汉人 知识分子的安抚 这张画除了体现出 高山流水 玉知音原本的意外 我想 可能也饱含着 王振鹏 对他现实生活中 那个知音 元仁宗的感激之情 所以 你看 原本的乔福仲子齐 在画里面 变成那个 身份高贵 修养全面 志趣高洁 超臣爵士的 一个名士形象 他身后的两个逝者 一个代表 热爱书香 很有文化 很有身份 你想这个逝者 都身上穿着制服 只有达官贵人家 才能给自己的随从 有统一的服装 另外一个呢 说的总小的是有 香野之气的 代表一种野意情怀 那既能出世 又能入世 可不是古代知识分子 最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张画 我想被处理得如此 和谐圆满 可能是浓缩了 先秦以来 世文化的一种理念 就是文人知识分子 渴望遇到一个 真正懂你的 欣赏你的君主 能让他一展才华 那么这张画 就也代表着 君明成贤 盛世太平的美好寓意 当然呢 这张画肯定也饱含了 人类精神情感的某种普遍性 就是我们在匆忙的人世之中 渴望遇到真正懂你的 可以惺惺相惜的 精神和灵魂 可以依榜的知音和知己 知音文化的影响 是深层而久远的 深刻感人 历久迷心 我们观画 可以感受先贤的情意 可以领略画家的心思 如果没有强烈的精神意愿 画家笔下的人物 不会如此默默含情 画为心声 听琴不仅用耳朵 更是要用心 那画画 也不仅靠技术和构思 还要用心去揣摩 以行写神 传神写照 其实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神也许就在那一片 无言的空白中 在一笔一墨经营的细节里 更在画家和观众的心里 以上就是我对 伯雅古琴图的介绍 以及对传神写照 以行写神的理解 我们探讨五代时期的人物化 传为顾鸿中所作的 韩西仔夜演图 是绕不过去的一件作品 它以精巧的构思 复杂的画面构成 立体化的人物塑造 成为了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精品 那么这张画 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呢 韩西仔为何愁眉紧锁 这张画又为何被称为 乱世的最后一场狂欢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